大家好,欢迎来到饭年午时,我是海青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款家常东北五儿月饼的做法 途中就是我所使用的配方 可以做12个75克的月饼 我们先来准备皮料 转化糖浆、植物油、盐和碱水放在一起充分搅拌 然后筛入中筋面粉 搅拌将干料和湿料混合均匀 直到成团 揉匀揉光 然后盖上保鲜膜 饧面30分钟 饧面的同时,我们来准备馅料 炒锅,将糯米粉放进去 小火慢炒 倒糯米粉炒熟,颜色变微黄 凉凉备用 果谱切碎 你可以用各种果谱 我这里用的是无花果干 蔓延梅干和蜜枣 各种果仁,先分别烤熟 之后碾碎 你可以用各种你喜欢的果仁 我这里用了七种果仁 腰果、核桃仁、花生仁、南瓜子、葵花子 黑芝麻和白芝麻 只要总重量是配方里给的量就可以 加入切碎的果谱 再将炒熟的糯米粉加入 加入转化糖浆 再加入植物油 加入碱水 白糖 高度酒 可以是白酒也可以是羊酒 搅拌一下 倒糯米粉均匀地裹在果仁和果谱上 再加入清水 继续搅拌均匀 下面来分馅料 取一把馅料 用双手使劲地钻 直到馅料粘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小团 按照这个配方 这个馅料是可以钻成团的 但如果你的馅料太干 就可以考虑在适当地加一点水 或者一点转化糖浆 称一下 确定每个馅料在50克左右 12个馅料团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准备皮料 每个皮料25克 称好后揉匀揉圆 总共12个皮料 都做好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月饼了 取一份皮料 用手指捏成一个小圆饼 将馅料放在圆饼上 然后用双手将饼皮慢慢地向上推 使饼皮盐馅料向上 直到口越来越小 可以收到一起 将收口捏紧 然后稍微捏捏实 使馅料和皮料之间没有缝隙 在饼皮上粘一些不面 让不面均匀地裹在饼皮上 然后将饼皮放进月饼模具里 将月饼模具倒扣 压制成形 一个五人月饼的饼皮就做好了 继续如法炮制 五人月饼的饼皮偏硬一些 而且由于馅料比较干 在压制月饼的时候 会有开裂的现象 所以在操作中 应尽量先讲不用的饼皮和馅料 用保鲜膜盖起来 防止进一步风干 看一下进景 月饼的花纹很清晰 烤箱325华氏度余热 将做好的月饼先放进去烤五分钟 鸡蛋黄一个 加一勺水 调匀 五分钟之后将月饼从烤箱取出来 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注意刷子上不要带有过多的蛋液 以防止蛋液积在花纹中 破坏月饼的画形 将刷好蛋液的月饼再次放入烤箱中 325华氏度继续烤12分钟 月饼就可以出炉了 刚烤出来的五人月饼会非常的干 需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 回油至少三天以上 回油五六天最佳 这是回油三天之后的情况 掰开来看一看 里面馅料十足 饼皮已经开始回软 自己做的五人月饼吃起来放心 也相对更有营养 更健康一些 喜欢五人月饼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谢谢收看 再见